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一生中有很多的故事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而且还自己拿出三百亿去建立了圆明云 现在就快要建成了 徐文荣能有那么大的成就 也是经过自己辛苦的努力的 他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出去闯荡了 他在自己刚刚创业的时候也算是很成功 挣了不少的钱 虽然不算特别的多 但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他了 徐文荣是一个特别有自己想法的人 而且他也比较有事业心 这一点小成就并不能满足他 所以他就开始扩大自己的企业 就这样徐文荣就开始了创建恒电影视基地的计划 其实在徐文荣最开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觉得他不会成功 很多人觉得恒电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把影视基地建在那里肯定不行 可是徐文荣并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在他看来 把影视基地建在恒电是最合适的 他也相信自己的这个影视基地一定会有名的 因此徐文荣就开始了自己的这个计划 他在恒电建立了影视拍摄基地 不仅是这些 他还在恒电建立了美食和旅游的村庄 慢慢的恒电就出名了 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 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是在这里拍的 徐文荣的这个梦想也算是实现了 但是徐文荣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这个梦想里 他又有了想法 就是重新建立圆明园 但是这个计划还是被很多专家反对的 一位圆明园的旧址在那里是我们的国家文化遗产 不过也有人支持 但徐文荣并不在乎这些 他坚持自己这个计划 后来他投资了300亿开始这个计划 现在这个圆明园也快建成了 而徐文荣已经83岁了 相信他在看到这个项目完成后会很开心的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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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